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讲到过 川普的司法部部长提名人盖茨退出 我在那一期节目当中呢 用挫败两个字来形容川普 有一些观众朋友很不高兴 觉得讲川普挫败太负面了 其实我想提醒大家 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 1月20号就上任了 这不代表川普所说的 他要推行的一些政策 在他这个任期呢 就一定做得到 大家对川普推行的各种政策 在接下来的施政四年当中 受到强大的黑暗势力的阻力 甚至被破坏 川普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 在某些领域当中挫败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不是川普当选为总统 不是川普组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内阁 就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把美国的极左势力 把那个黑暗势力想象的 太过容易击破的话呢 我只能说你的想法有点不太切合实际 其实川普要进行改革呢 绝对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盖茨 还有马斯克 还有赫塞斯他们三位呢 称之为赶死队 我坚定的认为他们如果要完成他们的改革的话 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生命的代价 我们来看川普的一个前白宫的重要官员 他对接下来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要做的事情呢 他泼了一封冷水 他为什么泼冷水呢 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来看看 这位官员啊 就是川普的白宫前幕僚长马尔瓦尼 马尔瓦尼 大家可能都忘记他是谁了 因为他原来呢 是白宫预算办公室的主任 后来呢 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后期呢 他成为白宫幕僚长 因为川普那个时候的整个 他的一些重要官员 像走马灯一样的换 马尔瓦尼最近接受了 国会山庄报的一个访问 我们知道国会山庄报 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左派媒体 他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呢 对川普非常不友善 所以他采访这个马尔瓦尼呢 我个人认为啊 他是有一定的目的的 他希望通过川普前政府官员的口 来告诉他的受众 川普的所谓的改革计划 是不靠谱的 马尔瓦尼知不知道 这个国会山庄报有这个目的呢 他也知道 但是呢 马尔瓦尼是一个坚定的 川普的支持者 他在这个访问当中呢 我相信他是发自肺腑的 讲他个人的感受 马尔瓦尼说什么呢 马尔瓦尼在这个访问当中啊 他认为政府效率部 可能是一场公关行动而已 马尔瓦尼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马尔瓦尼很明显 对于这个政府效率部 未来能不能达到改革目的 他完全没有信心 讲到这个话题呢 过去的节目当中 有不少观众朋友问 川普那个内阁 那个谁谁谁 为什么不回来 当时大家比较集中在 什么蓬佩奥啊等等 其实我之前说过了 蓬佩奥黑力 都是对下一任美国总统大选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是有政治上的威胁的 但是呢 川普内阁第一任内阁当中 有很多支持川普的官员 为什么没有回来呢 比如说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这是一个对中国态度 非常强硬的人 按道理说 很适合川普这届政府的 各个官员的这个政治色彩 那为什么博明没有回来呢 卡申这是一个非洲裔当中 支持川普并且在川普任内呢 又评价不错的一个内阁官员 包括过去的财长母亲 为什么这些人都没有回到川普政府呢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考量的因素 比如说在两个人之间 是不是另外一个人比他们更好 再有 他们经历过川普的第一个任期 还有没有那种勇气 来面对美国官僚政府的 所谓的黑恶势力 就是川普所说的那个深层次政府 他们还有没有勇气 跟川普一起来跟他们斗呢 我想是因为这个原因 川普没有把他们找回来 包括这位马尔瓦尼 马尔瓦尼在川普政府任内 可以说是饱受攻击 所以他个人呢 对第一届川普政府的任期之内 所遭遇的事情呢 我相信他有深刻的印象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会讲出那么一番观点 就是政府效率部 只不过一场公关秀而已 但是呢 他在接受这个国会山庄报访问的时候呢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提醒这个记者 听着我对这些绅士们所做的一切 深表敬意 我是上一个负责政府重组的人 我失败的很惨 我希望他们做的比我好得多 好吗 就是国会山庄报在访问当中啊 明显的他希望通过这个马尔瓦尼的口 说哎呀 川普这个所说的一切呢 都是虚的 都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马尔瓦尼没有这么说 他第一 他说 我对他们深表敬意 但是呢 我是上一个政府当中 试图在这方面做出改善的人 但是我失败的很惨 他把当时的现实告诉了公众 所以我希望他们做的比我好得多 马尔瓦尼在川普第一届政府当中的被任命为白宫幕僚长之前呢 他是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的主任 他在这个访问当中啊 他强调说 他说政府效率部门呢 不是真的政府机构 他的意思说 他不是一个需要国会任命的一个内阁的部门 他是总统行政权力成立的一个临时的部门 他说我的意思是他只是一场公关行动 因为他没有法定的权威 他不是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 或者是根据宪法所成立的 他将有能力做什么呢 他可以揭露官僚机构内部的弊端和问题 上帝保佑他们 马尔瓦尼他说的这番话意思就是 这个政府效率部门 他是总统的一个幕僚单位 他并没有行政上的权利 他不可以直接命令联邦某个官僚机构撤销 他也不可以直接去猜测联邦政府的某一些官员 他说政府效率部门 可以通过国会或者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 这两个方式来进行真正的行动 什么意思呢 通过国会就通过国会立法 某一个联邦政府的部门要猜测国会立法之后 这个猜测的计划呢 就有法律的依据了 然后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可以做什么呢 不给这个部门拨钱 或者给他们扫拨钱 就让他们少浪费纳税人的钱 少浪费联邦的开支 他说第一 他们可以尝试向国会施压 要求修改法律 修改公务员制度 这样呢就可以解雇政府的职员 此外这绝对是非常关键的 就他们可以通过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达到目的 因为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 控制着流向这些联邦机构的资金 马尔瓦尼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但是呢 他们没有看到事情的全部 我们说马斯克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马斯克为什么觉得 他自己跟这个拉马斯瓦米 可以在川普政府任内 裁测一些联邦机构 裁测一些联邦政府的官员呢 我们之前讲过了 马尔瓦尼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曾经做出一个裁决 这个裁决推翻了雪佛龙遵守原则 也就是说当法律的解释出现歧义的时候 不是联邦政府说了算 你不能联邦政府说啊 这个法律的解释 大家看法不一样 好 最后我决定 法官要听我的 所以我成立这个部门 当联邦最高法院 推翻了这个雪佛龙遵守原则之后 川普就有足够的法律依据 可以把基于这个雪佛龙遵守原则 别忘记了 40年了 这40年以来 所成立的一些联邦部门 我不敢说全部都可以来撤销 但是相当一部分或者部分撤销 川普是能够做得到的 马尔瓦尼他的视野当中 缺乏了这个关键的因素 一个每天为你创造财富的APP 听新闻看新闻就能轻松拿金币 前往Vocal商城 兑换海量商品 各式家电生活用品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请立即下载Vocal Media 金币立刻入带 马尔瓦尼他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 他一方面他对这个政府的效率 监管部门能不能达到目的 有所保留 但是他也说白宫预算办公室 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就是他可以把一些联邦的资金 不留向那些对联邦政府 对纳税人没有任何用处的这些部门 所以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在谈论 马斯克谈论这个拉马斯瓦米 但是我的理解呢 这些大人物固然重要 但是还有一个人更加重要 这个人叫拉斯沃特 拉斯沃特他认为啊 在华盛顿官僚体系当中 他是一个最重要的人 马尔瓦尼说 但是现在没有人注意他 没有人了解他 好了 既然马尔瓦尼认为这个沃特这么重要 而现在没有人了解他 那么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拉斯沃特是什么人 其实拉斯沃特在川普政府当中呢 也不是一个陌生人 他在川普政府的第一个任期 他就已经担任过白宫预算局的局长 他最早呢 是白宫预算局的副局长 当时这个局长是谁呢 就是马尔瓦尼 后来呢 马尔瓦尼要担任白宫的幕僚长 所以呢 拉斯沃特就变成了 从副局长变成了代理局长 在2020年7月 2020年11月就选举了 7月20号 沃特呢 终于在参议院获得了确认 两天之后宣誓担任这个白宫预算管理局的局长 那么我们从这个他被任命的日期 我们就知道 接下来的时间大概半年 因为2021年的1月 拜登就上任了 所以大概半年的时间呢 很明显 拉斯沃特什么都做不了 哎 现在拉斯沃特呢 又被川普提名为白宫预算管理局的局长 那么他在明年开始的川普的第二个任期 能够做什么呢 呃 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这个拉斯沃特他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政府当中做了什么 2020年的时候呢 川普政府有一个提议 这个提议是什么呢 大幅削减对外国的援助 白宫预算管理局为2021年的财政年度的预算提出的金额是多少呢 440亿美元 这个对外的援助啊 就是那种 你听起来你完全不知道这个项目是什么 但是美国人就每年为此付出几百亿美元 而2020年财政年度呢 当时的对外援助的预算呢 是557亿美元 也就是2021年的财政年度跟上一年比呢 少了100多亿美元 100多亿美元 如果用在美国民众的生活上 经济上 大家可以想会发挥多大作用 比如说把它用在我们的医疗健保上 可以帮到多少人 谁提出来的呢 当时就是代理局长拉斯沃特提出来的 他当时说 他说现在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展开对外援助 我们需要走出那种什么为津巴布围的某某文立个像啊 什么巴基斯坦的美国宇航局太空营啊 或者阿富汗的支援板球赛 我们不应该把钱用在这些项目身上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 美国不要说过去 包括现在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对外援助 动辄就是几亿几千万 最少也是几百万 然后你完全搞不清楚 这些援助到底对于美利坚合众国 以及他的国民来说有什么好处 我们只能认为 可能对某个美国政治人物有好处 所以其实这个拉斯沃特呢 他虽然现在美国人不太认识他 但是呢 第一 他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之内呢 不是个陌生人 第二 有人认识他 谁认识他 美国的左派媒体很认识他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左派媒体非常怕这个拉斯沃特 华盛顿邮报在今年的9月8号 就专门针对他有一个报道 9月8号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 一众的左派媒体还在说 贺锦丽一出天下归心 贺锦丽的民调比川普高得多 美国人民应该选择贺锦丽才是正确的选择 在那个时候呢 华盛顿邮报就非常恐惧的 专门对这个拉斯沃特进行个报道 华盛顿邮报说 前总统川普任内的白宫预算管理局的局长沃特 正在为川普规划第二个任期的后宪法的愿景 什么叫后宪法的愿景呢 华盛顿邮报说 他打算协助川普全面扩大总统权力 并称其政治策略是激进的宪政主义 沃特为川普重新上任的第一天 制定的这个提案呢 包括部署军队平息内乱 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川普动用军队 驱赶非法移民 我们知道川普会做 夺取对司法部更多的控制权 对啊 司法部已经被民主党渗透了 那么作为川普上任之后 夺取更多司法部的控制权 也就是纠正司法部过去的错误而已 行使扣留国会拨款权能力 也就是我们刚讲到的 把联邦的一些预算 不让他留到一些没用的地方 所以当时华盛顿邮报 把这个沃特呢 描述成一个极右派的一个政治人物 正在帮川普去规划 他如果胜选之后的一些策略 而这些策略呢 对美国对美国的民众是极其有害的 华盛顿邮报在9月8号报道说 就想拿这个沃特来吓唬美国选民 在今年选举当中 不要把票投给川普 当然现在我们回头看这个报道 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但是呢 当时很多左派媒体都在做这个事情 华佑说 根据部分参与川普竞选的匿名人士 透露说呢 现年48岁的沃特 正在准备在白宫具有影响力的智慧上 包括他可能担任川普的幕僚长 领导相关的议程 很明显现在白宫的幕僚长不是沃特 沃特自从川普现任以来一直领导着美国复兴中心 这是一个美国保守派的智库 该中心是保守派倡导团体网络的一部分 由川普政府过去和未来可能的官员组成 沃特认为左派已经抛弃了宪法 沃特这个判断对吗 我个人支持 民主党的左派已经抛弃了宪法 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违宪的 所以保守派需要奋起反抗 从联邦官僚机构手中夺取政权 将权力集中在椭圆形办公室 沃特2022年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说我们生活在后宪法时代 什么叫后宪法时代 文章认为左派已经腐化了美国的法律和制度 陪审团判定川普伪造商业记录罪成名之后 沃特也在X平台上发了一个推文 这个推文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别告诉我我们活在宪法之下 什么意思 就是宪法已经被美国的极左派彻底破坏了 所以华尤当时觉得沃特这个人很可怕 因为他点出了美国当前政治当中 最被美国民众所不满的要点 就是宪法司法部这些联邦的执法机构 已经被左派破坏了 联邦的执法机构被民主党所控制了 华尤还说沃特的目标呢 是驾驭所谓的官僚机构 他认为呢 这些官僚机构和政党利益结合 透过向官僚机构渗透 试图阻止川普执政和推行政策 没错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2024年的选举当中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条 所以我们才投票支持川普 所以说沃特这个人呢 他对川普下一个任期 能不能推行他的改革 那么马尔瓦尼告诉我们说 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想今后在川普上任之后呢 我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的主任 他在帮助川普帮助马斯克 对一些官僚机构进行整顿 进行裁检 对一些官僚机构武器化进行改革 这方面呢 沃特是不是能够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 他能不能跟马斯克密切配合 在川普的主导之下 利用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让联邦官僚机构的改革 得以切实的推行 我想这是我们今后在川普上台之后呢 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 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的方向 那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 一定会跟大家有分享这方面的新闻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自从我们开通会员制之后呢 得到很多观众朋友的支持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开通会员制之后 会员有什么不一样的待遇呢 我们不希望说 以后我们的节目要交了会员费 每个月4块9毛9 才能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现在的节目呢 永远是免费的 但是呢 如果大家支持我们加入会员 有什么不一样待遇呢 今天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给会员朋友的心意回馈 这些只是我们回馈产品当中的某一部分 比如说大道有电视机 因为场地的问题呢 我今天只能拿一个小电视机 给大家做展示 其实大的还会有48寸 52寸都会有 那么还有这些气炸锅 咖啡机啊 等等这些比较大的礼品 还会有一些比较小的 像这种小咖啡机啊 像我们滑雪用的这个戴的眼镜啊 还有这个个人的护理产品啊 还有调酒器啊等等 反正我们的产品呢 大概琳琅满目有一千多种 大家如果加入会员的话 三个月之后 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商店 Vocal Store去看 有什么礼品 你是满意的 就可以直接把礼品领走 这些礼品都是给会员的 免费的心意回馈 那么除了给大家的心意回馈之外呢 我们还会跟会员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 我们会在线上或者线下 跟大家进行互动 每个月一次还是每个月两次 我们看情况而定 除了线上线下的活动之外 我们还会针对会员朋友提出的问题呢 专门做一个解答会员朋友问题的一个影片 那么这个影片呢 就可能只有会员朋友能够看得到了 毕竟是会员朋友问的问题 我们专门针对会员朋友做的回答 那么这些礼品呢 只是我们在网上商店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大家记住 交了会员费之后 三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到我们网上商店 我们会有标志 三个月的会员可以换什么 半年的会员可以换什么 一年的会员可以换什么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礼品 修杰呢 代表我们Vocal Media全体同仁 再次向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 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